在Swarsky与Dior的颁奖典礼当中 我有机会和不同风格的英国著名专业设计师交流 其中我最欣赏的就是Sean Lin 我觉得他的设计风格强硬还有突出和我的作品非常相似 我便荣幸的到了Sean Lin Jewelry珠宝设计品牌工作室工作 Sean Lin是LA杂志2007年推荐的伦敦新锐珠宝设计师 他的珠宝设计以银、白金、钻石为主 富有自然、野性与现代高贵融合的风格 简单却浪漫 尖锐却舒适 讲求平衡线条的美感 Sean Lin在1992年开始与Alexander McQueen和Gavinci DiFonchi合作 是Alexander McQueen时装秀的必定珠宝设计师 其中经典的作品包括 Alexander McQueen 1998年春夏 Collection的骨架紧身胸衣 Skeleton Corset 和Alexander McQueen 2000年的Overlook Collection 用银条做的盘绕紧身胸衣 Coyled Corset 通过他的作品 可以看到两位设计师的设计风格的互相影响 他们都希望通过作品表达出女性的强硬角色 Character Sean Lin的忠实粉丝也包括David Beckham Jennifer Lopez 而她也曾经帮英国皇室公主比亚特斯丽丝 Princess Beatrice设计婚戒 她是英国2004到2010年连续5年的最佳珠宝设计师 2013年Harper Bazaars年度国际设计师 还有英国2016年报最佳珠宝设计品牌 在Sean Lin的工作室工作的过程 让我了解到各种工艺技术 在专业的珠宝设计公司中的运用 我了解到设计师 必须根据他的客户给出的简要 Brief和自己的品牌风格 通过磨合产生出设计 设计特别的过程从了解开始 到画图 然后慢慢更改设计 用3D Rhinoceros软件 进行电脑CAD的建模 3D打印蜡 然后导磨成金属 我也借着这个机会提炼了我金属 巨弓 Sawing和金属烧焊 Soldering的精准度 还有进行了抛光的练习完成作品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珠宝设计我们常常会处理一些小的物件 所以精准度非常重要 每一0.1毫米都要记清楚 不然此寸的平衡就会不对 珠宝和身体有着亲密的连接 所以舒适度也是商业珠宝必须考虑的小细节 是否待在身上会舒适 是否适合 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小小的影片 记录下我在Shawing工作室设计的复兴翠绿戒指 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重复的形状扭曲的风格 依然在即使我的作品和我之前的形式不一样 在做珠宝的同时 记录过程 Document Your Process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不断是证明自己通过大量的思考和改篇设计出来的作品 也是在作品集中展示自己技能的好机会 通过了解珠宝设计行业的规模 我开始尝试大量生产 Mass Production 自己的Jewelry Collection 了解了商业珠宝的运行后 作品必须很清楚地有清楚的技术顺序和程序 以及技巧 我这次的作品是一对合在一起 是椭圆形的绿玻璃耳环 椭圆形的四十五 四十五切割 把两边的耳环切成相似 却又相反不同的形状 同时也对应了我一直以来 对形状图案的探索 我决定用爱情的互相对应为主题 表达的是爱情磨合成一 却又各自不同 在这个作品也象征了天与海 在水平线上的隔离 海水上的导引 把两个世界合为一体 但却又是对比不同 这里我再分享一个 我制作过程的影片 在我近期的项目 我开始不断地提炼 Refine我的精工技巧 还有设计概念 同时保持了我一向的 个人设计风格 这个作品是通过Vitzo 一个德国的家居品牌 赞助的一个项目 Vitzo创立于1959年 是著名工业设计师 Dieter Ranz创办的 它的品牌理念是 用最少的资源 创作更大的贡献 Living better with less that lasts longer 主要以环保理念为主 Sustainability Vitzo的家居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只有一个固定的框架 然后会通过不同的零件 或者配饰 可以拼出你喜欢的家居大小 高低 以及根据你的房间的空间 进行不断的更改 Vitzo希望创造一个人类 永远不用更新 加私的理念 减少支援的花费 我深深的受到Vitzo概念的影响 主宝也可以有它的功能性 有form与functionality的平衡 可以戴的长久 戴的舒适 还有适合不同年龄 大小 国际的人 应该有它通用性 Versatality 用Vitzo 安装家私的模式 作为灵感 我设计了一个 能拼用不同图案的胸针和耳环 作品的凹凸和尖椎模样的设计 使它可以像拼图那样拼接起来 同时我用了三种不同材料 木头 wood brass 和亚克力 acrylic 所以不同人可以根据 他们个人的喜好 对材料的喜好 还有他们的体型 进行更改 而每个人都可以做他们喜欢的设计 拼出不一样的设计 everyone can be a designer 环保的理念在于 穿的人可以随时拼出自己喜欢的图案 保持想要的新鲜 想要新鲜感的欲望 在过程中 我也了解到不同材料的特质 木板的脆和硬度 还有透明亚克力胶板的融化点 和如何适当的温度下进行扭曲 bending 最后这个系列 便拿到去德国木尼黑珠宝展展览 我开始探索如何把一个物件改造成珠宝 在这个transformation的项目当中 我研究了用银棒硬币 改造成珠宝的可能性 我希望当别人看到这个戒指的时候 看不出它原来的物件 但是通过仔细的观察 可以知道这个戒指是用硬币做的 因为它硬币本身的特征还存在 在实验的过程当中 我使用了锤罩forging 扭曲bending 和压平annealing 去改变硬币的形状 英国的硬币是用铜 copper 新zinc 和镍nickel做的是合金 所以它在烧汗的过程 特别复杂 soldering 后来我用了硬汗料 hard solder 经过不断的烧汗尝试 拿捏到适合的烧汗时间 温度和距离 在概念方面 这个系列我挑战了珠宝的价值 到底一个英镑 用欧元和英镑做的戒指 象征了国家脱欧盟的合约 因此这个戒指用了讽刺的手法 表达出英国脱欧对欧洲和英国汇率的经济冲突 戒指的形状采取了货币替 广换以及经济起飞 腾达的速度为灵感 戒指弯曲的线条 让它看起来有动态 static movement 和我最初其作品探索的概念 事事相关 后来我开始挑战自己设计包包 有些人会问包包是否是jewelry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个人 我认为只要一个和身体 有密切关系的配件都可以是jewelry 不要限制limit自己 发挥你的想象空间 通过英国Worshipful Company of Leather Sellers 提供的皮料 我开始做我擅长的皮革操作 leather manipulation 做材料上的实验 experimentation 在过程中 我发现了植物软质皮革 vegetable tanned leather 有造型的特性 当你把它放进热水中 皮料会变得非常柔软 拿出来后 可以把它容易地拿捏成形 这个技巧叫leather molding and leather forming 植物软质皮革是用天然的材料 染制而成 所以它的颜色都是比较相当于米色 棕色 咖啡色 皮料的质感让我联想到自己的皮肤 在这个作品中 我希望用非传统的思维设计 作品的概念是把专注放在我们常常忽略或隐藏的皮肤和身体上的肥肉 把这些我们不想给别人看到 却又是我们身体上很亲密的一部分展现出来 放在最显眼的手提包中 植物软质皮通常通过造膜 会这次会通过造膜成形 然后处理拿捏成像肥肉皮肤一样的质感和形状 我希望把手势赋予个人性格和含义 同时表达出我们应该自信 面对正面的面对自己身体 展现出它的独一无二 这个作品叫二层皮 Second Skin 讽刺我们人类其实在拿手提包的时候 还有买手提包的时候 拿的都是第二层来自动物的皮肤 希望通过这个包包的女人法 让观众在买东西或买物件之前想一想 他们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和从哪里来的 Second Skin的这个包包是全手工缝制和做的 充分了展现出现代设计缺法的手工艺 craftmanship 最后我的设计通过皮包设计师Volker Koch 做评判赢得了英国Worshipful Company of Leather Sellers的冠军 同时也获得了今年Fashion Access Design A Bag 国际比赛的决赛入围作品 并赢得了到香港参加颁奖典礼和展览的机会 在我设计的旅程中的各种经验 让我知道只要我们敢于创新打破传统 Think out of the box Think big and dare to dream 把你的作品当作你的声音 把想说的表达出来 就必能展现自己独特的视野 同时也通过每个作品 不同技术材料的尝试 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设计方法 希望大家都能在创意路程中 寻找自己的独特设计风格 Develop your style by finding your voice 把你们的故事告诉我吧 谢谢大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 prescribed by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